MING PAO 我每次去就是 比如說按摩師 我就請他幫我舒緩一下就好 他要說 我要把你喬脖子 我說你不要 你不要喬脖子 我就覺得很像那個古裝 他要把你 對… 我不要 真的 我會怕 但是演藝圈的朋友 他有一次就是 給人家做那個脖子 去喬脖子 喬到後來 他腳沒辦法走路 對 真的 我被他嚇到 大家好 我是亞方 歡迎收看 樂活So much 聰明生活最一例 今天要告訴大家 什麼樣聰明資訊呢 我要請教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一個好脖子 為什麼要一個好脖子呢 如果按照中醫的說法 你如果有個好脖子 你全身的經絡才能夠通 那一旦通了 百病就不會上升 反之呢 你的脖子如果受寒的話 問題就來了 今天就要請專家好朋友 告訴我們怎麼樣 保護好我們的頸椎 不只是不受寒之外 也不在這個鋁道鋁道 好 趕快來歡迎我們的 好朋友跟專家 保健達人Lawrence 歡迎Lawrence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謝謝 好 要歡迎我們的 正能量的女神 我們的唐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唐玲 唐玲應該就是抗癌的鬥士 對 真是很辛苦 要幫你鼓勵鼓勵 謝謝 那之前在 化療之前跟現賽 你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身體的僵硬層 甚至是脖子會比較 有很明顯的差異嗎 有 雅芳姐 你剛才說的那個 暗君的風 就抗癌 抗癌 對 就是在說我 其實我從小時候 我就一直有 肩頸痠痛的問題 那後來我就經過生病啊 治療之後呢 這個肩頸痠痛的問題 更加的嚴重 我非常非常的煩惱 然後我記得這就是在我化療的期間 有一次喔 肩膀就是 本來只是抗癌而已喔 後來有一次就是疼痛到我 嚇到耶 因為那個時候肩膀啊 突然間就是 突如其來的 突然間就 很痛 我會痛到乾出來 然後我就很害怕 尤其是我手啊 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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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就 很痛很痛 就沒辦法抬了 然後再往上抬 很痛很痛 痛得爆炸喔 那我就非常的擔心 因為我那時候 連扣內衣都不行 我就去問醫生說 醫生 怎麼辦 我現在 我沒辦法穿內衣耶 我自己沒辦法扣內衣拉拉鍊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那你就穿前扣式的呀 然後 我都不行啊 醫生說人家也有道理啊 對不對 我的醫生很幽默啦 但是後來他還是幫我 轉診到復健科 然後我就去看復健科 復健科就是說 我有肩胛疾的問題 還有一些 因為其實經過治療 然後有很多的原因 其實是有時候 原因有時候沒辦法 不可考 然後大概做了半年的復健才 慢慢的比較好一點 然後呢 可是這個 就留下一個根 所以我常常就會發作 那個肩頸的這個痠痛 就是一直沒有辦法 人家說長矜矜矜矜矜 特別可能是天氣 有比較溫差變化大 或者天氣一冷的時候 對 這個問題又來了 對 尤其是像冬天 現在天氣比較變涼嘛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早上起床 我全身就很緊繃 好像說穿了那個千斤盔甲 那我常常需要去按摩 有時候做一做按摩 做推拿 有稍微舒緩一點點 但是只要一停止 天氣這樣冷風一吹 我又被綁起來了 所以其實是相當的煩惱 我這邊特別問一下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冬天 或者是那種溫差大的時候 這個脖子或是肩頸 就是我們講的 剛剛講 會特別嚴重 對 為什麼 其實很正常 在我們天氣比較涼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脖子受寒的時候 我們全身上下的循環就會差 循環一差 我們代謝跟著差 代謝一差 我們的很多乳酸代謝就會跟著差 就堆積在這邊 就很容易堆積在你的肩頸這個部分 那通常我們在天氣冷的時候 不只是只有代謝差 你的肌肉收縮也會比較嚴重 而且我們的人呢 就是超過25歲以上 我們的這個肌肉彈性會逐年下降 我們的韌帶的韌性也會逐年下降 所以就會造成你可能會累積很多 你曾經沒有想過的這些肌肉的 或者是我們緊緊的疾病 會出現發生 所以呢 請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當這個天氣在變涼的時候 你要更加強你的這個頸肩的保護 所以如果頸椎受寒的話 身體會出現哪些危害呢 觀眾朋友今天要看一下 對 其實呢很多人都以為肩頸僵硬沒什麼動一動就好 其實肩頸僵硬跟你身體的很多問題都會產生干連性 譬如說像我們的頭部 像你就會容易會有頭痛啊 記憶力衰退 這就會有憂鬱症產生喔 欸 我跟你講我真的有這個經驗 混擾嗎還是經驗 我那個時候就是肩膀跟那個肩膀跟脖子那時候不舒服的時候 我真的很憂鬱 我當時想說我這樣痛下去怎麼辦啊 那以後怎麼工作呢 然後整個人就這樣沉下去然後又會失眠啊 睡不好啊 胡思亂想啊 然後又不想動 那種就是惡性循環 就是都有關聯性 就很不準啊 對不對 對 就是很多人會以為就是我全身上下好像腳動的比較多 手動的比較多 其實全身上下動最多的其實是脖子 欸 真的是這樣子的 其實你脖子動的這個次數遠高於你的手跟腳 所以當你的脖子已經沒有辦法動的時候 你的自律神經就很容易失調 你的腹膠感會瞬間暴增 所以自然而然會讓你的心情很沮喪 喉嚨也會有壓迫感啊 甚至會有一些發癢跟異物感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頸尖跟脖子怎麼會有相干聯 錯 當你在這個頸椎發生問題的時候 如果還有側彎 頸椎盤突出 通常代表你的喉嚨也會直接受到影響 因為可能會壓迫到某些神經 就不當成裡面辦法正常發生或者是發炎 會一直有那種輕喉嚨的感覺對不對 也會有 對 會很緊張 然後就會這樣 就是好像會一直這樣咳這個地方 對 就是你會覺得很不順 很多人都以為是喉嚨的問題怎麼看也沒有效 可能會以為就是支氣管的問題是不是 你可能這個如果檢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會一直找不出原因 你可能要從脖子這邊來找 你要從頸椎去看 然後另外胸部會有一些胸悶啊 氣悶啊 呼吸困難 甚至會有一些刺痛喔 到刺痛就蠻嚴重了 然後腿部會有下肢無力 手部不穩啊 抬腿的這個感覺很沉重 就像剛剛我們唐玲說的 很累 你會覺得全身上下好像沒有什麼力氣 然後不太想動 然後很重的這樣 我以為那個是因為我胸悶的關係 其實我那時候肩膀痠痛 已經到前面都覺得好像悶住 是 然後因為悶住我以為是心情鬱作 然後不好 然後就不想動 是 其實都有影響 其實都是跟頸椎有關 對 另外很多人會以為 手麻 其實是久不運動 其實最明顯的其實是脖子壓迫 然後像內障會有一些腹瀉未痛啊 背部會有僵硬就不用說了 應該僵硬是最有感的 最明顯的 對 而且是常常來的 還有就是腰部不適 那其實也是會有一些症狀出現 好 所以我們脖子 如果不太通啦 或者是說受寒 你看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這都是因為脖子惹的禍 我這個東西大概有 差不多有50種 就是這樣的 就是大家什麼流行什麼 我就來一下 然後在那邊刮 很無言 這個也是 沒什麼好鬧 這樣還只 還只用 這樣叫十分之一 安慰劑 做完了之後 那個鏡頭就馬上又浮現了 好 脖子惹禍 來來來來 我們來請教 那唐妮妮 您現在用什麼方法 用盡千方百計來舒緩呢 我真的是 非常的困擾 我今天有帶了一些道具 這些其實是我這些舒緩的道具 大概只有十分之一 我只是稍微跟大概 比方姐 像這個東西就是把管 它呢 接上那個電線之後呢 它就會這樣吸放吸放 而且它會有發熱 那我就把它放在就是肩頸啊 比較痠痛的地方啊 就這樣子拔拔拔 它就會有那個拔罐效果 就會粗殺 那還有像這些啊 一定要的啊 這個啊 我就塗一些那種藥膏啊 然後就塗塗塗啊 加強局部按摩 對啊這邊啊 或精油啊對不對 乖乖啊 啊這個啦 乖乖啊 一樣一樣 我這個東西大概有 差不多有五十種 各式各樣的 就是大家什麼流行什麼 我就來一下 然後在那邊刮 在那邊刮 在那邊刮 整天的 很忙耶 這個也是 沒有什麼好鬧 這樣還怎麼 你怎麼這樣講 你怎麼這樣講 安慰劑啊 就是覺得說 這樣乖乖是 當下真的是有舒緩 可是做完了之後 那個鏡頭就馬上又浮現了 這個怎麼看 就是很表淺吧 它這個 刮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在轉移注意力啦 甚至我還有去復健 我剛剛講說 我有去那個復健科嘛 其實我做了半年 到前一陣子 我都還有在做 然後我做到 本來是那個 電療 電療 然後做那個雷射 那後來還是沒有什麼用 醫生就說 那我幫你開一個牽引 我第一次做牽引的時候呢 結果我就是這樣 掉著脖子 然後掉著脖子不知道怎麼 我就覺得說我這邊不順 然後呼吸沒辦法呼吸 我就問醫生說 要太高了嗎 為什麼我沒辦法呼吸 然後醫生就說 你這可能是 就是因為有 大概一百個人 裡面有一個人 會有這種 掉了脖子之後 他會沒有辦法呼吸的那個狀況 有可能是會引發恐慌症 然後我就是那一個人 所以我第一次那個 做掉脖子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做這個治療 後來可能掉習慣了 現在稍微可以 你算是比較積極的 從他那麼多的格西 就可以看得出來 或者就是說 他就很多的狀況 也希望得到一些舒緩 所以到底我們要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 保護我們的這個什麼 脖子就頸椎呢 基本上呢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很多人 會有的一些錯誤迷思 就是你會認為 好像這樣做 對你比較舒服 但事實上這樣做 可能會有一些受傷或傷害 或者你找一些 非專業人士 反而造成二次受傷也有可能 有喔 我現在都不敢給人家轉脖子 你會去給人家按摩 轉脖子嗎 不行不行 我有一個 鑽石演藝圈的朋友 他有一次就是 給人家做那個脖子 去喬脖子 喬到後來 他腳沒辦法走路欸 真的 我被他嚇到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這麼嚴重 但還好 我每次去就是 比如說按摩師 我就請他幫我舒緩一下就好 他說 我要把你喬脖子 我說你不要 你不要喬脖子 我就覺得很像那個古裝 他要把你喬 奶的蜜 我不要 我會怕 像第一個就是 很多人都認為 按摩正骨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放鬆 而且很有效的方式 首先呢 你只要記得 正骨這件事情 就是要專業人士 而且他要先幫你 可能照S光 或者是幫你診斷 確定你需要被鎮 是 要不然你光是這樣 肉眼是看不出來 你怎麼知道還有骨鬆咧 是啊 你怎麼可能 你不可能摸得出來 或是你有什麼 骨刺應該也摸不太到吧 摸不到 萬一一瞧骨頭 看一下如果摸得到 已經很慘了 骨鬆欸 對我覺得要很小心 對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是需要 被做這個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需要 按摩正骨的時候 其實有更簡單 而且更省錢的方法 大家只要做一些 簡單的頸部運動就好了 第二個呢就是很多人會認為 哇我在頸尖疼痛的時候 僵硬的時候 乾脆我躺著不動 休息一下是不是會更好 不行 透過休息會讓你改善 身體健康嗎 不行 所以如果只是肩頸不舒服的話 我後來發現 一直休息一直睡覺 是不會有改善的 越睡你會越僵硬 循環越差 你就越累積越堆積 而且可能大家不知道 其實我們身體 有一個叫自癒力 這個自癒力其實是 在你躺著的時候 它不知道你哪裡有問題 它給不了 對 當你在做某些運動的時候 它才知道 原來你這邊不太舒服 它才會知道你這邊 一定需要被修復跟保護 所以你與其呢 躺著不動 還不做一些 就是引體向上的運動 比如說你可以 打打羽毛球 記得就是要引體向 就是盡量是頭要抬高的 或者是這個游泳 也可以 因為很少游泳低頭 你會淹水 所以一定是抬頭 要換氣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做一些引體向上 動作的運動 它其實會比你躺著要很好 因為一方面將你循環 一方面當你在引體向上的時候 其實代表它在幫你做一些 自我的緊椎的修復了 剛剛我們的企劃妹妹 還跟我講說 放風針也不錯 放風針也 因為它也是抬頭啊 對啊 也蠻有意思 比較不會那麼無聊 你不可能放風針低頭看 早上摔下來不可能 因為是抬頭 第三個呢 是什麼 不睡枕頭 這是非常錯誤的觀念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當你不睡枕頭的時候 就代表你的頸部 要支撐你整個頭部的重量 我們頭大概是我們體重的 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你想想看 你看你睡八個小時 它等一下支撐你八個小時 都在緊繃的狀態之下 你不是在害它嗎 你想想看 你做一個動作 讓你就是 同一個動作 靜止不動你十分鐘 你就僵硬到不行了 何況靜止不動八個小時 開玩笑 不過枕頭其實蠻重要的 像我一直都有頸椎的問題 我從小到大 那種普通的枕頭 我完全沒辦法得到支撐 像我現在睡的枕頭 是有特別的枕頭 就是那個跟我的 跟我的脖子 跟我的頭 就是它那個角度 是真的可以支撐到 人體工學 一般圓圓的那個 我沒辦法 所以呢選枕頭 記得要選 符合人體工學 要對應你適當的身高體重 然後你的頸圍 然後可以貼附它 有效支撐 這樣就代表說 你在睡覺過程當中 頸部其實是在 在無重力狀態之下 被充分地休息 真的往下一撇 這個動作過程當中 記得要控制你的脖子 然後第二個 我們是不是要右邊 右上再一撇 慢慢來 每一個動作 盡量都是做到最底部 在最左的時候做到最左 最右的時候做到最右 我覺得做完之後 有那個脖子被伸展的感覺 那剛剛羅恩斯告訴我們說 不花錢 而且是中醫多少 流傳幾千年的 千年的護警操 是 對 怎麼做呢 趕快來學一下 對 是 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 而且在家裡面 你哪怕坐著 站著都能動的 我們叫中醫傳承千年的 米字操 那做這個米字操呢 請記得有一個基本動作 就是你不要做快 慢慢 對 慢慢的做 因為其實它是在訓練你 精確的控制每一個筆劃 在你精確控制的過程當中 加強你局部的循環 那也讓你的大腦去判定哪邊 需要修復 然後就可以減清你的一些 酸痛的發生 很簡單 首先呢 我們是不是 正確的寫法 從左上開 我的左手邊開始嗎 左上 就是幫忙自己的左邊 對 左上 然後輕輕的往下一撇 一撇 這個動作過程當中 記得要控制你的脖子 要做這個動作 然後第二個 我們是不是要右邊 右上再一撇 慢慢來 第三撇 是不是要中間 最中 一撇 伸到你的最左邊 然後慢慢的控制你的脖子 轉到最右邊 一定要記得是最右邊 下一個撇一下 因為這個動作是要訓練你 平常不做的動作 增加你的肌肉耐力 也是增加你的肌肉彈性的動作 好 再來呢 我們是要中間那一撇 請抬最往上 打到底 然後慢慢的往下 劃到最底 對 養頭加上低頭 對 OK 好 緊接著勾起來一下 因為我們有勾起來一下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把左邊那一撇 再撇上去 OK 所以你會發現你要撇上去 再來是右邊這一撇 再撇上來 好 接下來恭喜大家 已經做完米字炒了 對 就這麼簡單 每一個動作 盡量都是做到最底部 比如說在最左的時候 做到最左 最右的時候做到最右 最下做到最下 最上做到最上 這樣子就會讓你的脖子四面八方動 它的效果就會最好 我覺得做完之後 有那個脖子被伸展的感覺 會覺得比較鬆對不對 對 你脖子一鬆 多久做一次啊 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建議大家做三十下 三十個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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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三十個米 也就頂多五分鐘 很久的感覺 哪裡會很久 那如果說我真的想不到 來 我們下一個最新的 拜科技之士 叫懶人米字操 對 懶人米字操 有請啦 好 現在我們要請我們的保健達人 Laurence 分享應該說現代的對不對 是 米字護警診 然後為我們示範說 我們很辛苦的 玄玄媽咪喔 但是等一下我們要跟著 玄玄一起旋轉 她不用動我們要動 就是我們用被動的方式 來幫教大家怎麼做米字操 就是懶人米字操 首先就是你會發現 有一個像這樣的一個設備 它基本上就是圍著我們的頸部 在設置 現在是先穿戴 然後呢你只要穿戴上去之後呢 它有兩個固定的方式 一個呢是固定我們的上半部 因為這個部分 當然呢因為我們的這位媽咪很瘦嘛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頸圍 調整你自己的寬鬆度 記得保持兩個手指頭的寬度就可以 不用太緊 然後你就把餅交給它 它就有被動的運動的概念 也幫你做完 怎麼可能 是 我們就來感受一下 來看看 好 那遙控器的這部分呢 它設計上其實也味覺蠻簡單的 首先只要大家記得 記得要按電源 這個簡單 這個簡單 第一個 所有的運動要做之前 我們要先做暖身運動 誰暖身 讓機器幫你暖身 這麼好 對你脖子不可能一下就下去按摩的時候 會傷到 是啊 所以要先勒敷嘛 那個勒敷很特別喔 它是直接在後面有個焦熱板 幫你頂出來 剛好頂在我們的這個 主要的頸動脈跟我們的動脈這邊 那因為這邊剛好是我們血液循環會主要經過的地方 所以這邊一旦加熱了以後呢 你自然全身上下就會比較熱情 它幫你做掉脖子的時候 牽引的時候才不會太不舒服 那我們在熱腹的過程當中 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要做暖身運動 那如果我們的肩膀已經很僵硬了 擔心你在做暖身運動的時候會有疼痛感嘛 我們再做一下震動按摩 它很特別就是它在設計上的時候 它這個馬達運作這個聲音 有調教到其實跟我們的腦波的這個正頻 是差不多相同的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白噪音 對 所以你閉著眼睛就可以感受一下 那種白噪音 不會干擾你 緊接著仔細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叫AI舒壓 AI舒壓一按上去之後仔細看喔 這時候它就會去量測我們脖子的長度 然後依照我們的這個大數據 挑出最適合你的米字槽 所以它是有人工智慧的 是 有一個AI智慧 對 一看一按下去之後 它馬上幫你量測你的脖子長度 你會上上下下一下喔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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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它會旋轉的感覺 有有有 它現在這個 它自己其實本身頭是不動的 對 就是你其實不用擔心 你就放心把你的頸部交給它 對 就放給它 它就會幫你動了 而且這運動模式還可以隨著你 逐漸加強的能力 還有零到五段 也就是說 你可以逐漸加強運動模式的強弱度 如果你現在覺得這樣子 已經感覺差不多適應了 你就可以再往上調一級 然後你只要往上調一級 這邊有個加跟解有沒有看到 你可以加強一下 那它就會把這個 貼附你的這個力度會增加 幫你做運動的情況也會更增加 所以如果你就是喜歡 讓自己的脖子更挺一點點的 基本上多做這個脖子運動是好的 一間好幾個 對 那可以坐著使用 也可以躺著使用 你也可以躺著使用 直接躺在床上也可以使用 躺在沙發上可以使用 感覺怎麼樣 好方便 很溫暖 在幫你這種按摩拉伸 而且還有那種溫度 對 熱服的溫度 尤其是冬天現在這麼冷 這個溫溫的很好睡 因為有時候肩頸會緊到很難睡 而且仔細看一下 它其實在拉伸的時候 靠的是你這兩頰這一塊 對 兩頰肉 它會讓你這兩頰挺起來 還有拉伸這兩頰的動的 拉伸的作用 對 你是說我可以變V臉就對了 是 相對比較V臉 因為它就是靠這兩頰的肌肉 跟你的組織幫你做拉伸的工作 這裡的感覺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被動運動的設備了 今天就是讓大家看到 頸部的被動運動 幫你做兩頰運動 你想嘗試一下嗎 想耶 來來 換位 換位一下 因為我的脖子比較細 可以 然後你拔開的時候 那一剎那 你就會明顯改變得活著 好像重新活起來了 很輕盈耶 我也好想一次 然後你可以發現都紅紅的 是正常的 它其實就會加熱 因為有那個嗎 很輕盈 有溫熱 來來來 我想試試看 來來來 換位一下 謝謝我們的選學 好來 唐靈試試 對啊 其實這樣穿戴看起來滿簡單的 就湯去就可以了 好 我現在脖子後側 開始覺得 它會有個東西頂出來 對對對 讓你感覺上在幫你溫熱 緊接著呢 我們就開始幫你做震動 這個震動呢 其實也可以分成強跟落 那我們建議大家 先從落開始 就 放心教給它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眼睛可以閉上 休息一下 然後緊接著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 AI輸壓模式 然後緊接著它就會開始 會量測你的脖子的長度 然後會 上上下下一次到兩次 現在充氣了對不對 對 有沒有 會上下一下兩次 然後我們這個AI模式 做完之後 你再來做間歇模式 完全放鬆的耶 就是順序是AI之後再來一個 間歇就上下 因為AI輸壓會幫你做懶人米自操 所以你會明顯感覺 它幫你左右前後上下都在做 對 它就是現在在這樣 這樣 然後又有 又有那個震動跟氣囊 對對對 會幫你緊一下鬆一下 緊一下鬆一下 是 感覺怎麼樣 對 整體啦 你現在這樣體驗之後 對啊 我覺得很放鬆 很想要休息 很好睡 對 然後我是 我是完全沒有出力的耶 但是 它就 就是有在幫我做那個 剛才講的那個 米自操 對 而且是溫熱的 是 誰發明的啊 真的很厲害耶 而且我覺得這個冬天的時候 真的更需要 為什麼因為我們風池跟風符嘛 對不對 就在後面嘛 風池是 你一受到一受涼 你就真的頭會痛到爆 很容易頭痛頭暈的 也不舒服 做那個 往上伸展的時候 我那個大堆穴的地方 就會有一種被拉伸的感覺 對 沒錯 我要登天 真的今天我非常謝謝我們的Lawrence 謝謝 來告訴我們現代的這種護頸的米字 米字法對不對 對 來了運動法 讓大家不要再ㄍㄧㄥ了 不管這個冬天也好 甚至一年365天有它保護你 我們就有好脖子 生理健康就一定是加分啦 好 觀眾朋友如果你看我們這一集 還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呢 非常歡迎您能夠上我們 樂活So Much的粉絲團留言 還有請您呢 請繼續追蹤訂閱和按讚我們的YT頻道 今天節目謝謝Lawrence 謝謝當然謝謝學姐 謝謝 歡迎我們下次再會囉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21CC的黑科技 來幫助您頸部做一個被動運動 不只是單純幫您運動 同時具備 震動按摩 同時幫您做AI紓壓的一個懶人米字超 再加上我們上下的一個拉伸運動 全部都在這個設備一機到位 不只如此 我們還特別透過科技皮革 幫您保護整個設備跟機器 讓您在擦拭跟保養上面非常方便 另外呢我們有做一個安全設定 每一次15分鐘的時間 讓您享受完運動之後直接可以停 當然您也可以設定連續使用 按照您的身體跟您的需求情況自由調整 就像今天特別請了一個模特兒 來讓大家感受一下怎麼穿戴 而且穿戴也非常的方便 就像今天可以看到 我們就像是一個這樣的環形枕 上面是我們的黑色科技的透氣皮革 它本身也有抗菌抗滿 所以請大家放心 在洗滌跟擦拭上面 只要用一般濕布擦乾淨就可以了 同時呢使用上面 你只要記得套緊我們的脖子 另外呢我們有兩個固定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我們在下巴的這個部分 固定了以後 幫助您在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不會輕易滑脫 第二個部分就是重點囉 它是依照您的脖子的出氣 可以自由調整您的脖子需求 當然我們這位模特兒 它是屬於一個頸型 非常漂亮而且很瘦的 所以你可以調整稍微緊一點 記得戴完之後 要保持兩個手指頭的寬度 因為等一下我們在充氣運作的過程當中 它自然會幫你有效包覆 幫您做到全方位的被動運動 有在頸部的部分 緊接著呢可以看到 在操作上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記得按一下我們的電源鍵 一按下去之後 記得一定要按電源喔 因為沒有電它是跑不動的 按了電源之後 我們會先看到這邊有一個 加熱的熱敷功能 它分成40度跟50度 我們建議大家初期先從40度開始 如果您剛用40度的時候也不用緊張 它只是一開始在加溫 當你在使用完成的過程當中 其實加熱就會到全身了 所以可以依照你的需求調整 另外呢我們在加溫的同時 幫您做暖身運動的同時 樂腹的同時 緊接著我們做到一個震動按摩的方式 透過微微地拍打你的肩膀 讓你整個肩膀是屬於一個放鬆的情況之下 那這些都是屬於暖身運動的一種 您也可以單獨享受樂膚 或單獨享受我們的震動按摩 你也可以把它切掉不使用 每一個功能都是可以獨立存在 也可以把每一個功能同時合併存在 由您自己選擇 緊接著指示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這邊有一個AI輸壓模式 一按上去之後呢 我們的大數據會直接幫您連結 同時偵測你的脖子長度 你就會發現它會在沖氣的過程當中 立即上上下下 一抓到您的脖子長度 緊接著開始做您的懶人名字操 幫您脖子做到前後左右的一個6D運動 讓您的脖子可以充分地享受 在運動過程當中釋放您的壓力 幫您可能堆疊的這些堅硬的部分 僵硬的部分全部釋放掉 這過程當中你就可以充分享受它 您可以坐著使用 您可以站著使用 您當然也可以躺著使用 甚至可以睡著使用 都沒有問題 基本上建議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最好背部是有一個依靠的 您可以躺在沙發上去感受一下 我今天已經繁忙了一整天 給自己15分鐘呵護跟愛自己一下 會讓您感受到您的脖子 更有活力跟動力 當然除了AI舒壓模式之外 我們也有單純的上下模式 這時候很簡單 這邊有個叫間歇 只要您按上去之後 緊接著就只剩下純粹的上下模式了 當然上下模式就是幫你做到 頸部的上下運動 你的頸部有多久沒有往上抬了 有多久沒有抬頭挺胸做人了 這時候它就幫你做到純粹的上下運動 另外我們在設計上面 會依照你的使用需求 逐漸加強強度 所以我們有一速到六速 您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逐漸加強強度 但建議大家 所有的運動都從一速開始 逐漸加強 讓我們的身體 隨著我們加強運動 而逐漸改變與適應它 才是一個最好的運動方式 所以您有頸部疲勞的問題嗎 您希望讓你自己的頸部 在懶得運動的同時 透過設備幫您動嗎 今天我們安美國際的頸舒適 做到了幫您 360度頸部全方位運動 不只幫您運動 同時幫您做到熱膚 震動 還幫您做到上下的拉伸 滿足您對頸部所有的想像與需求 所以如果您正在找一個 放您的頸部可以充分放鬆 而且真正做到有效運動的 我相信安美景舒適 絕對絕對適合您